不知道找哪一個 台北市的那個 open data 一堆 所以如果有興趣自己再找一下 那我從裡面是找一些 可能民生實力住行比較有關的 所以你可以找那個 那個公有零售市場行情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 知道某一個東西比如紅蘿蔔 哪一個市場最便宜 紅蘿蔔哪一個市場最便宜 那如果你其實這邊裡面都有 它價錢其實都是以公斤 那其實那個攤販 那個一般的菜販都是 進貨是公斤 出貨賣給你的話 可能就是台金可能還要再 再多加一點錢 OK 所以如果 當然還有啦 不一樣的市場賣的價錢也不一樣 因為市區的 像什麼南門市場那種很大的 很市中心的 連價錢都比較貴 所以如果想要比價的話 其實這裡面就可以比出行情 那當然你要比行情的話 你第一個你要怎麼樣 先把這個資料給下載下來 那首先當然 Open Data不是只有台北市政府 六都還有中央政府都有Open Data 像中央政府就兩 我記得好像兩萬多個 類似這種Open Data 那其實全球未來趨勢就是 開放政府 那以後的資料都是 只要不牵涉到隱私的問題 其實都可以開放 為什麼因為這樣的話 好處就是人民也不需要去猜疑 反正有哪些數據 你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都可以公佈 為什麼不能公佈 所以不像以前 什麼事都不知道 黑箱作業 現在沒有了 所以什麼都公開了 而且反而公開的話 真的大家也比較喜歡 年輕人也比較喜歡 所以我發現 那個最近好像有一個影片 一天就充100萬 而且那個影片還真的 沒什麼 就是一日目了 我剛才看 那個好像裡面那個 好像沒什麼特別 就一天就要有100萬的觀看 現在已經突破千萬了 為什麼 然後我聽到很多年輕人都很喜歡 喜歡那樣的作風 那樣的Style 我不知道 所以其實當然 也是因為這樣 因為以前 當官的有當官的那個樣子 就有人當官不是那個樣子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滿不錯的 滿有創意的 他把那個當外科醫師的精神 拿去當 當市長 有沒有那個 我看到他真的是 很 要是我可能沒辦法 我可能要吃官了 還是 早上7點就出門 10點還在開會 他底下的幕僚 他的那個 難怪會常常換 局長會常要換人 真的一定會撐不下去的 那 那所以很多訊息其實網路上都看得到 所以以後的話 當然就越開放 其實就越符合潮流 那當然開放的結果 所以data就越大 big data 當然你要 就必須要有一些方法 幫助你去收集那big data 然後可以快速的得到一個結果 讓你知道說你該怎麼做決策 所以一般當然你還需要做報表 有圖有表 表跟圖來源就是data 有沒有 那你要怎麼快速的產生那些東西 其實呢 當然就我們上課的 前面就是前面收集資料的方法 比如說我想要知道 零售市場的那個蔬菜水果 那高麗菜現在一斤賣多少 那哪個地方賣最貴 那當然我們就找那個比較便宜 所以第一個 我要怎麼去 那那個台北市政府的資料 第一個你可以預覽一下 所以你進到那個 公有零售市場行情 預覽一下 第一個他會告訴你說 他裡面提供給你哪些欄位 所以 總共目前有看到嘛 編號 然後呢 日期 你總類有沒有 市場 空心品名嘛 平均價格 那你會發現呢 不同的品名 其實即便是這個什麼 橄欄 這橄欄什麼樣 是個高麗菜 是嗎 他的學名 那你會發現不同的地方 賣的價錢也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 這麼多地方有賣 賣那個橄欄 然後呢 價錢都不一樣 哇 市東 成德 你看價差可以差到快四倍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賣同樣的東西 那不一定說還有什麼花胡瓜 是什麼東西 可能跟我們那個平常的俗名 瓜類的吧 那價錢你會發現水源賣55塊 永樂就賣130塊 所以不同的地方賣的價錢也不一樣 它裡面有867筆 那如果說今天我要拿來利用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把它拿來當牌子 因為它裡面有太多這種 Big Data 就是說你要自己花一點點 去針對你有需要的 像之前有同學有騎U-Buy 所以它裡面有U-Buy的相關資料 然後它就繼續玩玩看 利用我們交的東西 然後呢 把那個Data抓下來 查到它要的 比如說 那一段時間裡面 哪一個它附近的哪一個點 是比較可以借得到U-Buy等等的 那這邊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 我們知道它裡面的Data 情況 我們可以上一頁 使用這邊預覽 那下載的話特別注意 如果你點擊下載的話 它其實就直接下載了 那可是問題我們如果需要這個連結的話 因為你會發現它已經下載下來了 在這裡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們因為程式需要對不對 所以我會需要一個連結 那個連結怎麼來啊 所以特別是你不要點 剛剛我是直接點滑鼠的左鍵啊 如果你要得到裡面的這個連結的話 你當然使用資料之後的話 有不要移到這邊 那再移到下載的地方 記得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 其實它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有一個叫複製連結網址 其實如果你未來需要用到的是那個什麼呢 台北市政府提供的那個網址 那記得喔 你這邊可能要用按右鍵 下載 這樣才OK喔 那我 剛剛給各位那個例子就按右鍵取得了 然後呢 這個網址呢 假設我今天希望呢 把這個網址取得按右鍵 複製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 一樣我們就拿剛剛的sample 也許你可以拿 剛剛我們讀取那個台北市政府的這個範例 然後把它複製貼過來吧 也許你建一個新的module 那裡面的話 我就把它貼到哪裡呢 8 其實中間這個區塊 其實就剛剛的那個 我們去下載 去建立那個一個DB 那不過這個DB我換個名稱 前面都叫Cursor01 我剛才把它換一個叫market.db好了 那一樣是建立一個Cursor 不過我多了一段 這個兩行程式 那這兩行程式做什麼呢 這兩行程式主要是 前面這邊有個create table 有沒有 然後if not exist 如果它不存在的話 那就幫我建一個market的一個table 那上面這一行剛好顛倒 因為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又重新下載了 那理論上我希望 如果它已經在我先把它刪掉 為什麼 因為它這資料會每天都update 那如果每天都update的話 假設我今天下載了 我又下載它又變 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東西又存在 所以我只需要 假設呢 我只需要的是最新的data的話 那你可以加一個就是 create table 是叫做增加一個新的資料表 那如果你要刪除table的話 其實在seql的語法叫thropped thropped 就是把它刪除了 table 名稱叫market 但是我多了一行多了一個敘述 data if it is 就是如果它已經存在才刪掉 意思就是說 如果第一次執行它並不存在 那它就不刪除 ok 但是特別注意 這個語法 像seqlite有支援 myseql有支援 但是那個什麼呢 有一些資料不可能 像ss就不支援 ss不支援if exist跟if not 其實很方便 但如果不支援很麻煩 為什麼它沒有支援的話 我變成說 我自己要去先把裡面的資料表 全部列出來 然後再比對一下 看有沒有這個 如果有才刪掉 很麻煩要跑一個回圈 for each的回圈 相當麻煩 所以如果它本身seqlite有支援 這兩個敘述的話其實就簡單 接下來的話 因為我要建 總共有 一二三四五個欄位 ok 因為我不要全部的data 我可能只需要 編號不要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你可以預覽剛剛講的這個地方 假如說我今天只希望 一二三四五個欄位 那編號假如不要的話 那你就當然可以跳過 不是每一個欄位一定都全部要 那假如說我編號不要的話 那我可以跳過 那可以其實可以怎麼 把這些欄位名稱 看直接把它複製來怎麼樣 貼到這邊 那這裡的話 我就沒有用abcd 本來應該是一二三四五五個欄位 那剛剛是abcd 不過當然慢慢還要 我講過了 你可以如果你還不是那麼熟的話 你就用abcd 因為最簡單也不會錯 但你慢慢如果已經熟悉了 那慢慢你可能要改變一下 改變什麼呢 可能你的欄位名稱呢 你就把它恢復成正常的 不過建議啦 當然你欄位名稱 一般習慣都用英文名稱 不過有的時候 你說要再去想把它翻譯成英文 也很麻煩 去算了 剛才用中文好了 目前看起來 中文的欄位名稱也沒有問題 ok 那後面的話呢 日期部分 我們本來你用test也沒有也可以 但是比較理想的狀態 就是建議還是用datetime ok 日期的話是datetime 其他的話 像這個種類的test沒問題 市場用test 然後品名用test 那平均單價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平均單價裡面應該是放什麼 放這個有小數點的 有沒有 我好像都點00 只是說它有小數點 如果有小數點的話 建議用double 如果沒有小數點的話呢 建議用integer ok 可能這個地方不太一樣 其他的話跟前面都一樣 所以我們就多一個 如果它已經存在就刪掉 重新再建一個新的 那接下來的話呢 把剛剛複製的那個網址貼到這裡 就是貼到我們那個request.get 後面這一串 接下來的話 確定一件事就encoding encoding我怎麼知道是哪一個 下載之後按右鍵 用什麼呢 開啟檔案用記事本 也是一樣的方法 其實它下載就是這些東西 把它什麼 另存心檔一下 不是真的要另存心 是確定說 它的編碼方式是什麼 我們用對應的方式去開啟 才不會錯 這個地方 它是utu bar 第一個 那我就知道說 encoding後面加utu bar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要切割它的話 那我可以用node pay plus plus 那你會發現 我剛剛講過 減四 特殊字元裡面的所有字元 剛剛是什麼呢 CRLF對不對 現在呢只有LF 所以這可以注意 也就是我切割的話 這只有反斜線N就好了 剛剛是反斜線R 這地方應該看得懂 因為有些東西 如果你實在看不到 你怎麼知道 你後面要怎麼去切割 難道是亂槍打鳥 亂試嗎 所以其實我們要有 比較正確的做法 我的習慣還是用 所以我是提供一個參考 但如果你有更好的工具 你就用那個工具 也無所謂 反正結果是OK的 對的就好了 好 那這邊的話 所以我藉由 NodePay++ OK 所以那個軟體的話 可能你自己要自己去安裝 它 你在那個Google上面 找那個NodePay++ 其實它會有一個下載點 這軟體其實相當的普遍 一般的工程師 蠻多都在用 所以這個軟體 我建議是還蠻建議安裝的 而且它是免費的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知道說 它encoding UTL8 然後我要切割的話 用那個反斜線N 因為只有CRLF 只有LF OK 那再來的話 一樣我用那個SQMany 所以我先建一個空的List3 那再來就是切割 Sprison裡面的空白 因為裡面的資料裡面 下載這個裡面的資料 它基本上都是用空白做分割 空白空白 切切切 切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就丟到哪裡 丟到一個List2裡面 再用Append把它丟到那個List3裡面 最後的話 等它全部都串完了 再一次性的SQMany 然後把它Insert into到Market 這個table裡面 Values 總共有五個欄位 所以五個問號 再把那個List3放進來 這樣的話 我的資料很快就可以塞進去了 理論上我想 只要你這些細節都有注意到的話 以後無論你是 塞網路上的什麼資料 都可以很順利的完成 我是建議這地方 慢慢熟練之後 以後 多還是建議 多練功 練功很簡單 網路上那麼多開放資料 總會有跟你有關的資料吧 那你去找出那些資料 每天 大概練習 多練習個幾遍 這些以後你就 滾滾爛熟了 那你就很快的上手之後 你要做其他的變化 也比較容易一些些 那這一題的話 我要多了一個東西 多什麼東西呢 就是下載的時間 有沒有發現 下載完畢 費時多久 為什麼呢 因為我想要知道一下 如果資料大的時候 用什麼方式寫會比較快 因為未來還要考慮到那個效率問題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有多寫一個那個時間的部分 那怎麼去計算時間 其實相當簡單 第一個 import time 就是我如果要取得現在電腦的時間的話 time裡面有個屬性 叫做clock 這clock過來的話 就是我開始那個瞬間 它是年月日十分秒 它先幫我記 記在哪裡呢 記在這個變數裡面 start 有沒有 那我怎麼知道結束那個時間 很簡單 把那個 這個time點clock 最後的發生那個時間 沒有 把它剪掉開始時間 比較好 那因為它的單位是秒 所以剪完之後呢 就是總共耗數幾秒 這樣非常簡單 提供一個差 如果以後 你希望了解 不同的程式寫法 像 exque 跟exque many 官方的說法是說 速度變很快 但是快多少 你沒有驗證 你怎麼知道快 我驗證過 真的有快 快好像才 快不到一秒鐘 那當然如果快不到一秒鐘 就真的 即便是快 但付出代價很大的話 我就覺得也沒有必要 OK 好 那所以最後的話呢 多一個 就是怎麼去計時的功能 特別說 其實計時還蠻簡單的 就一個time.clock 所以以後你要算時間 用這一招真的就蠻簡單的 記錄開始時間 再把最後結束的那個時間 減到開始時間 它的單位是秒 這樣就OK了 那這部分的話呢 那寫完之後呢 接下來來看一下 OK 所以我們會建一個market OK 把它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如果沒有錯的話 執行應該就OK了 我也不確定 理論上看起來程式應該都沒錯 OK 好 執行一下給各位看 下載完畢 廢時0.68秒 有沒有 馬上就出現答案了 其實當然如果將來你下載的資料越大 可能耗的時間越久 那這個時候就還蠻必要記錄那個時間的 不然的話你到底多久不知道 用什麼方式可以更快 其實就還是需要記錄時間 那以前的話 會很重 在乎那個時間的快嗎 所以每天可能一個晚上都在調整 光一個時間就可以調整一個晚上 熱死不疲 不過以前是很有熱情的啦 只是為了怎麼樣 只是為了讓程式跑快一點 不為別的 我慢慢發現好像差那個一點點時間好像1.11都沒有 最重要是把程式寫出來沒有錯反而比較更重要 還有程式真的快 但是問題你程式寫的好複雜 我以前寫完之後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寫什麼 只是為了要增加那個0.1秒 後來我發現好像沒必要 所以程式就慢慢講究的是越簡單越好 我不要把它寫得很複雜 很複雜很厲害 我看過很多人寫得很複雜很厲害 但問題 所以真的那個可閱讀性真的蠻差的 我不知道他自己看不看得懂 我自己是覺得看冷靜 所以理論上如果我真的是哪邊程式 第一件事情我一定是把它全部改寫 改寫成我自己習慣的方式 所以上個禮拜我去參加考試 第一件事即便有提供一些參考答案 但是我全部改寫 改成我習慣的寫法 第一件事情 因為你改寫完之後那就是你的 那我考試的時候我看到那個 我就知道怎麼解 因為我自己也重新想過 但是如果說你全部都拿別人的 我跟你講你考試的時候 你一定會忘東忘西 因為那不是你想出來的 你可以參考 但是我覺得你有必要可以把它改寫 即便是你拿我的程式 我也建議你重新改寫 但目前如果還沒這個功力的話 沒關係你暫時先用我的 如果等到你有那個功力 我就建議你可以把它改寫 而我自己習慣是追求那個 越簡單 只要有多一行垃圾 我就一定把它刪掉 我覺得那個是多餘的 但是如果 也不能說少到完全 就是寫太少了 總共有一些東西 所以該留的還是留 OK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一樣 把那個SQLite browser打開來 看一下那個market有沒有存在 所以剛剛我又不是科士01 我又增加了一個market 所以它一樣會放在那個 同一個目錄裡面 會多一個market.db OK 所以以後的話 不是說只能放在同一個資料庫 你可以放不同資料 但是就像說你有沒有必要把它分開來 如果練習的話 你怕找不到 你乾脆放一起好了 開啟它 那第一個呢 它會出現的是它的database的structure 裡面有沒有發現datetime 有沒有 然後double 這個小數點的 那browse data 那當然有一些資料型態 如果我沒有講到的話 請各位自行參考那個 就是Google一下 SQL語法教學 裡面都有資料型態 但是我建議 如果不需要很複雜的地方 你也不要弄很複雜 如果你實在怕麻煩 全部一律用test就好 你就把它當eSale來用 eSale不是這樣用 大家也用得很順 用得很愉快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資料有沒有寫進去 有沒有成功 你會發現 data有沒有 它就會完全是把它用 日期時間的格式 另外的話單價就會小數點 不過如果我說我今天希望做查詢系統 比如說我想要查某一種 那個蔬菜的品名 然後可以順便幫我查出來之後 列出它 甚至order by 也許擺什麼擺單價 那幫我把什麼 最便宜的幫我排在那個上面 那我就知道去哪邊買 如果說我需要這個功能的話 怎麼做 OK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 先把我剛剛講的這部分先做好 第二個一樣 利用剛剛寫過的這個 當然這邊我是下一個關鍵字 最後其實還可以再加order by 比如排序 我希望擺哪一個呢 擺那個單價 幫我由低的到高的 OK 畫面先滑給各位試一下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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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讓 dissemin aten